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OK 嗨,大家晚安 很晚了,大家晚安 今天這個直播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買什麼書 最近在看什麼書 今天弄的比較晚一點,因為剛剛今天 回我爸媽那邊一起吃飯 然後 準備要回來的時候 那個機械式的停車場 昨天的問題,所以 整個delay,弄得很晚很晚才剛 到我家,拿到博客來 剛剛寄來的書 所以想說,跟大家一起 在整理上書櫃之前 剛開箱嘛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 買什麼書看什麼書 比較晚一點了 快速分享一下 那今天一樣,穿著 老高的T恤,這個是阿努納奇的 他還有三款 那個2045 還有五歲抬頭 還有一個阿努納奇的 那剛剛說到兩箱 兩箱,然後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哪些書 買哪些書 看哪些書 那有分一些類型 我就一個一個類型 先看這個好了 這個不是最近買的 這個是 最近要拿出來重看 就是指數型 我這樣子應該是會 怎麼講 應該是反的對不對 所以我來 鏡像一下 Android這可不可以鏡像 好像不行耶 好像不行耶 我沒有用這次手機做過Facebook直播 我沒有用這次手機做過Facebook直播 好像直播一次 好,不管 因為這次不是iPhone 好,那我就不鏡像了 你就聽我講 呃 整體版本不是最近買的 是最近有買的 但最近重新拿出來看 分別是 這個十倍勝 Great by Choice 跟指數型組織 那這本書比較紅 是因為凡登讀書 有講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本書 從看懂到實用 它有一個很長的間隔 那特別適合呢 呃 你正在做一個公司 或是在帶一個組織 你希望它有 爆炸性的增長 那裡面講到了 呃 這個 呃 就十來個 十個 主要十個 還有另外一個大的 呃要素 那我覺得呢 它是 要邊 邊做組織 邊拿出來 對的一個東西 所以最近有拿出來 給你們看 那Great by Choice呢 是 呃 A到A家 那個作者 更後面的作品 那他主要去分析 在 歷史上 那一些能夠 在同期 大幅超越 他的競爭對手 的公司 他們做對哪些事情 所以 呃 這個是最近在組織上 希望有 2020年有個新的突破 所以呢 這個書要出來看 所以這個是最近在看的書 然後呢 呃 還有兩本 這兩本也是 不是最近買的 是最近拿出來看的 呃 分別是開啟你的驚人天賦 跟 未來預言 呃 這個是那個 Dr. Joe Dispenza 呃 呃 還有另外一本 叫做 療癒什麼的 我忘記了 那如果說你有在follow一些 一些身心靈相關的 或者是說 呃 有在follow像是智慧麵包 這樣的粉磚 他有時候會 呃 剪輯一些 一些 國外的演講 那 這個 Joe Dispenza這個博士呢 也是常被剪輯進去的 因為他 特別是研究 呃 怎麼樣去 呃 去發掘你的潜力 然後呢 可以去超脫 這個物質的世界 然後在量子場裡面呢 去 創造更多可能性 的一個 一個博士 那 Netflix有一部 紀錄片 叫做 治愈 我在去年7月的時候有推薦 那 他在裡面就有 呃 就擔任其中裡面 一位 分享者 那 呃 我覺得這樣 非常非常好 他會教你怎麼樣去 用 静坐的方式 去 發揮你的潜能 呃 去在量子場裡面去創造 你想要的未來 那 那 這個書裡面特別又 講到更多的 其實跟我們呃 前台大校長李四成 教授 講的很多東西是 雷同 就是說 你的腦波啦 身體能量場的變化啦 然後 會經過這個 静坐 還有各種 呃 儀式有什麼改變 所以呃 也是很久 我去年7月來一次 這個算什麼 靈性覺醒嗎 那個時刻 我買了100多本 呃 身心靈相關的書嗎 那個時候其中的 又拿出來看 那 再來也講一本 也不是最近買的 是之前就買的是這個 呃 這個 史威登堡 我好像在上次的直播還是 對 上次50萬 5 5萬QA直播 講到今天看他的書 他是 呃之前跟 牛頓 他是這麼 這麼寫 我沒有在經過查 但是呢 他跟之前跟牛頓齊名的這種大科學家 中期一生都 研究科學 可是呢 到50幾歲的時候呢 突然有了這個 超脫 呃 這個 呃 這叫怎麼講 就是 超自然的體驗 這神秘體驗之後呢 就 把剩下的余生 二十幾年都 發揮在 對靈界的研究 因為他可以穿越這個靈界 那我覺得 看那個書挺好的 給我們很多的 呃 那我覺得 剛剛這個 Dr. Joe Dispenza的 未來預言跟 開啟你的精準天賦 跟這些書在 現在這個時刻 是特別適合的 原因是因為 呃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那 然後又有很多的社會新聞 又有很多的八卦新聞 其實 這些新聞每天都 把我們往外拉 我們不斷的把注意力往外放 然後 我們不斷的用外在的事物 人事物來定義 你的生活 或者你是什麼 但是其實這種時刻 其實最適合的是往內走 所以呢 呃 如果我們能夠一起把 這些新聞的斷開 然後不必要的資訊不要 然後一起往內去探索的話 我覺得能夠去找到更多 那幸福的可能 然後發更多潛力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給我滿多啟發的 OK 好 那麼再來剩下的 好像就是新買的囉 新買 那在介紹新買的書之前 我想要再先介紹一本 就是這一本 叫做醫療靈媒 因為這本書 它 呃 開啟我買一些 接下來的一些書的 這個 算是 源頭 算是一個原因 就是 呃 我剛剛不是有講到Netflix 有 呃 治癒這部片嗎 那這個片呢 它主要是去 講到說這種 非正統醫學 這種 呃 所謂身心靈方面的 各種靈療方面的 呃 探索 那剛剛講到 Joe Dispenza 另外還有幾位 都是 呃 如果你有在研究這個領域的話 國外這些博士的 的影片 你常會看到 那其中一位 其中一位呢 就是 這一個 這個作者 叫做 呃 因為 中文翻作 安東尼威廉 他叫做 安東尼威廉 那他呢 是 一個 從小 就會 得到 高齡 的指示 然後讓他可以看到 呃 身邊的人有什麼 病症的一個人 這樣子 各位可以 去看Netflix的紀錄片 也可以去 上網找他的這個資料 呃 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 他最最一開始的時候 他小時候 他 家庭 家庭聚餐的時候呢 就有個高齡告訴他說 呃 去摸著奶奶的胸口 然後說 Long cancer 就是肺癌 那他好像四歲吧 然後他就 呃 做了這件事情 那家人大家都很驚訝 說一個小孩子怎麼知道 Long cancer這個字 但是呢 後來還是去檢查 就果真 就有這一個肺癌 那 後續還有很多很多的 神明的經驗 那 這個人呢 呃 呃 是 世界著名的 就是很多 呃有名的人 也都是找他去看著 因為他就是有這個天賦 這個能力 那比較有意思的是呢 在 前面的地方 寫序的地方 有一位 呃 這邊寫 簡單又易實行的療癒大道 就在你眼前 李鴻斌 那是台灣的一位中醫師 那 呃 因為這個 呃 好朋友推薦 就說 這是 這個李鴻斌醫師呢 也跟 這個作者 是有一樣的 這個能力 類似的一樣能力 也是有這種 治療的方式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去看診 那看診之後呢 他就告訴我說 我 應該去更注意我的這個經絡 全身的這個經絡要打通 才可以 呃 很多症狀才會變好嘛 所以我就 開始去探索 去找到說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就去研究啦 氣功啊 呃 這個 各種中醫的這個理論啊 這些東西 那我就從 呃 幾個禮拜前開始練這個 李鳳山師傅這個平甩弓 那也覺得還不錯 蠻好的 那想要去研究更多 相關的這個事物 所以說呢 剛剛就買了這兩本書 就是這個 也是台大教授 蔡碧銘教授的這個 一道同源 跟這個 徐道導引 那 這本書我特別有興趣 因為在之前這本書很紅 叫做正式時候讀莊子 就是這個 蔡碧銘教授 那這本書特別呢 就是把老子莊子 跟皇帝內經三部經典 去把它 融會貫通 然後去叙述裡面的一些道理 那所以我覺得它不只是 講 人 不只是講身體 不只講健康 我覺得它的更多概念 可以可能可以應用到 生活 甚至是 事業 還有 家人的關係 所有一切的道理 我想應該都 在這裡面可以找到 我覺得它是可以數類旁通的 我覺得很好 那麼 穴道導引呢 就是比較實作的嘛 因為我發現說 有很多可以自己練習的氣功 還有穴道的一些療法 像之前我們在研究 新時代的東西的時候 有這個人神術 對不對 還有這個量子 量子促療 也是這種 透過摸自己身體各個方式 去達到這個能量的治療 所以我會買這本書來 想要更了解自己的身體 也了解更多這個世界的道理 那麼 相對應的書呢 就還有這一本 是這個愛療 是講這個用艾揪 也是一樣 透過穴道 透過 這個是 算是 艾艾草 艾葉草 對艾草葉 來做這個療法 因為我還沒看 這都是封住的嘛 所以我內容 我不是很知道 但是相關的 所以我就買來看 然後呢 又買了什麼呢 講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好了 就是 這本書一直要買 但是 終於在這次買書的時候買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睡覺 Why We Sleep 這是比爾蓋茲的年度選書 那基本上 只要看到是比爾蓋茲選書 就可以直接買了 因為這個是世界上 算是前置於有智慧的一個人 也創造了很多不可思議的結果 那比爾蓋茲我們知道 他每隔一陣子 就有自己的這個 閱讀週嘛 就會讀一大堆的書 這樣子 那Mainflex有一個紀錄片 是三集 在講比爾蓋茲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社會上的問題 怎麼樣去解答的 那你去看這紀錄片 就會發現 他是值得你學習的人 有很多像貝佐斯 比爾蓋茲 巴菲特 這些人 我覺得在這種時刻 去follow這一些 真的幾十年下來幹實業 有改變世界的人 是能夠給我們很多的能量的 所以說他推薦 我們就來買來看 研究一下睡覺 那當然這樣講有點諷刺 因為我們在凌晨一點的時候 要看這個書 因為最好的做法應該就是 不要看這個書趕快去睡 但是剛剛前面有講了嘛 因為今天遇到一些狀況 所以比較晚睡一點 就趕緊做個直播 那他還有這一本 這本書我嚴重懷疑 我已經買過了 但是我找不到 有些書我很多時候會買的 但是沒有看 然後 但是我先買的話 我就有機會可以看 那這本書叫做 槍炮病菌與鋼鐵 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書 我想應該很多人知道 甚至很多人看過 那我最近想要看這本書 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再買了 我不知道在哪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去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最需要看的好書 就是這種歷史類型 我們要知道說 人類從過去到現在 到底遇到了哪些事情 然後 當時 人心是怎麼樣的變化 然後人類做出什麼決定 然後造成了什麼結果 我覺得他對於 你在面對各種決策 人生上的 事業上的 還是自己個人上面 現在面對健康的 因為這疫情呢 是很重要的 會給你很多的啟發 也會讓你更有洞察力 而不會人云亦云 或者是 而不會隨便得到一些 很片面的 很零碎的資訊 就做出很不精準的判斷 所以這本書我覺得 相當好 我剛剛講的這些書 我這本應該是我最近 會來認真來讀的一本書 槍炮 病菌於鋼鐵 然後行動福利 這個很多 很多網路上人來推薦 那我其實最近比較少買這種 個人成長類型的書了 你應該發現 時間管理 個人成長 生產力 效率的書 我現在買非常非常多 也研究非常非常多 那我現在比較少的是 我覺得 基本上道理都是很接近的 那麼 比較重要的是 你可以回歸內心 然後靜下來 那就會很有生產力 然後並且呢 你只要把身體健康搞好了 就有生產力 所以我覺得你反而 比較少買這個書 但是因為很多人推薦這本書 然後他的推薦者 像是 劉軒啊 陳甲啊 這些人也都是在這個領域 很有名的 所以我覺得 那就買來囉 也當作是一個 收集 反正只要裡面有 一些概念 我們用得上就是很賺嘛 對吧 所以行動福利 買來看 然後 另外剛剛講這個 身體的部分 又買另外兩本書 是 有時候看到他推薦 然後覺得這個作者的經歷 我覺得蠻有意思 我就買 一個是上衣養生法 一個是養氣 那上衣養生法這個呢 我其實不太認識 這位是李宇明醫師 那因為我純粹是看他的介紹 這個作者的介紹 他說 他是中醫師 然後後來呢去 他也是一位 靈性修行者 然後吃素十多年 然後呢 他主張的也是不要吃藥 然後他看診呢 也是望診 就跟剛剛那位 李洪斌醫師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 對這個人很好奇 所以我想這本書裡面 他學到很多東西 他裡面講到 五十個 上衣 這叫上衣養生法 練習 那我想裡面呢 我只要能夠做到五個 應該就會對身體也有幫助 對吧 上衣養生法 那這個氧氣也是這位是高尧凱 應該沒有念錯吧 醫師 一樣也是中醫師 然後有些特別的經歷 所以我也是買來看 神隱中醫十五年的青森幸福功法 我喜歡看這些書的時候 觸類旁通 就是一次看很多相關類型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這個知識網 它會連起來 我就會覺得更對這個話題是了解的 好那在買這些書的時候呢 也買了這本書 心經的這個 而心經有很多不一樣的作者 對他的解讀嘛 那這一本買的是張誠 因為最近也是在看之前買的這本 這個金剛經 心經彈經的這個 歷史的由來跟裡面經典的解釋 那覺得挺有意思的 那覺得這類型的東西可以流傳 這個上千年 然後隨著人類的進步 不斷的發現 原來在過去的經典都有講到 現在我們研究到的事情 包含一些量子力學 世界真相的事情 所以有興趣好好的來閱讀一下 所以說心經跟之前買的這個 這本是圖解金剛經 心經彈經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看完之後我對佛教的起源 然後對於這些經怎麼來的 然後各個就是關於佛教的一切 我覺得認識更多了 所以挺好的 所以再買一個 那我還有買那個 這已經在看了 就是一行禪師解讀金剛經 我也覺得挺好的 所以這個是這個 然後呢 最後呢又有兩本 這是為什麼買 我不太記得 有時候買一買就看一看 這個是叫做 赫米斯的秘傳智慧 那我之前也有買這一本 就是蜜典卡巴萊恩 那這些都是在不同的時期 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因為你看到 你看喔 我會買這個 Joe Dispenza 的這個開啟你的經驗天賦 買佛教相關的 那我之前 像之前介紹的 像與神對話相關的 或者是這一個 所以我覺得是在世界的 這個世界有一個中期的真相 那麼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時期 有一些不一樣的人 用不一樣的方式 去碰到這個真相 那麼他們會 用他們的方式來去敘述 對吧 那我覺得應該都是對的 應該都是對的 那 我沒有特別信哪一個教 但是我覺得 我對這些話題有興趣 那我想要學習的方式 就是我先 我學東西大概都是這樣子 就是先廣 我就先這個領域 像我之前買那個 100多本 這個生信相關 我就繼續 去看 逛 然後呢 我有感應的 我有感覺的 我可以在裡面往下鑽 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本 其實我不太清楚 它是什麼 我會認真看一下 但是它說 達文西哥白尼 榮格 所以剛剛買的這些書 有靈性相關的 有 生產力的 有 醫療的 有 比較科學的 在講腦波 能量的 有佛教的 我覺得挺好的 還有歷史的 槍炮 這個病菌 鋼鐵 所以這些書 就是最近買的書 最近回來做的事情 這樣子 不過最重要的是 看了這些書 也是要早點睡了 所以今天因為 剛好說 去爸媽家吃飯回來 然後遇到一些狀況 Delay了一下 那現在呢 結束了 那做了一個直播 也算是了的一件事 兩分鐘法則嘛 剛剛我們來講說 欸 這東西明天來錄 或者是說這東西呢 先來錄一下明天來剪 那不對 這些東西都不是最有效果的 我就開個直播 然後呢 即興的講 講完我就分享到了嘛 因為我這 分享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 呃 不是很專業的剪輯啦 也不是這個 有你什麼搞 有時候講一講 也是卡住 但是 呃有緣分的人就 這個訊息啊 頻率就 就對上了嘛 那對上了你就會去 呃看嘛 那我們有緣的話就 會認識嘛 那沒有緣分的話 那就那樣吧 因為反正 這個 世界就是這樣奧妙 好OK 所以今天跟你分享這個 那 呃 如果你有去買這些書的話 也可以來我們的這個 Facebook IG或Youtube 來做一些交流 那 呃 希望這些資訊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就 欸對對對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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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 想到 想到最後講一下 就是 呃 這個月我們的KOLF 有一個249美金的 算是分期特別方案 呃 呃 本來都是要一次付金嘛 697嘛 那現在有個249美金的 特別方案 你可以付三期 哦 三期 但是呢你只要付第一期呢 你就馬上可以 看這個課程了 那我覺得如果你是 在做銷售的 或者說你想要在網路上 產生影響力的 那我的這個課程會教你 怎麼樣做個人品牌 怎麼樣做銷售漏斗 呃 我覺得你還會有 會有興趣 而且我在持續更新的課程 像這個月也有更新 呃 4月30號就會截止 所以跟你講一下 run5.tv 切線249 OK 好以上就是這些書 這些書 推薦給你 OK 好 那麼祝你有個愉快夜晚 愉快週末 然後 我們一起加油吧 晚安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